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分钟后捞出来过一杯凉水 过凉后放在案板上切成片 碗中倒入三个鸡蛋浇散 倒入秋葵里 加点食盐 十三香 搅拌均匀 切过烧油 放秋葵蛋液先煎一下 一面煎至底心后 然后翻一面继续煎 翻叶煎熟后 开始翻炒 一分钟后 关火出锅 装盘 一道美味的秋葵炒蛋就做好了 吃起来开胃下饭 一样丰富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1 1 1 2 1 2 2